引導他們做健身 因為老師的休閒時間比較多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一個怨心 希望說我從瑜伽得到的好處 而且剛從四肢當畢業 就覺得很想來秀一下這樣子 因為這個一年就解釋了顏色的法師們這樣子 後來顏色開了推廣班以後 他們就把我過來 我們真是畢路藍旅 從剛開始五、六位到七、八位 然後十幾位到現在有三個半 真的是社會全體們的功勞 老師我覺得你對班級的經營非常的認真 可以請你講一下 當級的經營其實只是 只要有反應 我覺得當你帶了理程 那學員回饋給我的更多 那我只是把我的那個學習的初衷 還有我學習過程的經驗 引導學員 不要走短路 也不要走岔路 我把我自己學習的經驗傳承給他們 那至於說班級的經營 有時候這個就是善的循環 我帶他們以成 他們會做我的更多 然後當然我要更誠心的帶他們 就是這樣子 一個善因緣就此開啟 謝謝 瑜伽會當作我終身追求的運動 是因為在我生病的過程中 我漸漸感受到他給我的那個幫助 然後他從伸展 從與人的互動 還有最主要是有一個成就 當你在自己在這個運動中 日益得到精進 和那個感受到幸福快樂的時候 你會對他就會有一種忠心追求 然後願意以一輩子的時間 去精進的那個理由跟目標 那這也是我對同學們 來上瑜伽課的一個情緒 希望大家都能夠跟我一樣 同享瑜伽的幸福快樂 健康